你不能不退 所以現在剛剛說的是一半貨幣 一半股份 你再穿24,000 現金的比例又要增加 你說可能去到什麼水平 可能會60-70% 問題就是我們都說過很多次 就是技術性紅市就進入了 再下去就慢慢又有技術紅市 好像貨資一樣 8,800的時候穿了 你不相信 真的走了紅市 去到走完 你不要猜底的 我們經常這樣說 不會說去到什麼位置 就是我覺得到今時今日 大家就剝一副 為什麼大家會覺得股市難玩 就是經常抱著一個股底的心態 就是你覺得這些位置很便宜 怎樣叫便宜 你科智這一刻 我都不敢說繼續便宜 但是你不會再去看時間 因為問題就是你要做淡 8,800跌下來 已經有很大的利潤在手 短線來說 你只是駁一些東西存定 但是恒指 那單昌就還是在 你短線來講 你只能夠駁 就是駁它在24,000這些位置穿定 一不穿定 再穿底 你就只能夠逐步去減持 所以短線 如果你對第四季的展望上 你只能夠希望負面因素 出到七七八八 剛剛說的 市場上三大負面因素 不是科技 很多行業的監管因素 然後 內房的債務問題 限電、限產 相關的供應鏈問題 雖然三個都是不同的範疇 不同的板塊上面 但是其實歸根夠底 都是同一個原因 都是內地的政策 所以你說 會不會突然間有些新政策 出來有第四個風險因素 你不止有的話 就穿24,000 所以一定是我們經常 整個2021年都是這樣說的 建布、限布 跟以往幾年股市的狀況不同 我們都不會做第三季的展望 不會出現第三季的展望 告訴你 第三季 科技跌兩成半 恆技跌一成半 不會出現這些狀況 所以你說對第四季的展望上 我覺得暫時短線的看法就是 希望先守到24,000 一守不住 現在只能夠逐步增加現金水平 萬一出現紅市的時候 起碼我可以守 我有機會捱完紅市之後 慢慢去報仇 但是如果想著 因為今年第三季輸了很多 我要在第四季上面報仇 是 這個就是很危險的事 因為說第四季 其實雖然是指數差 但是其實那些 trend 那些pattern 你做好風險管理的話 是 避免的 是 你不是當作交一下學費 交一下功課 是 就是說你講股市 沒有可能一下子 你完全明白了怎樣玩 但是你短線來說 這些位置我們覺得 只是以守規住 所以你說對於恆子短線的看法上 我覺得 希望他守到24,000 但是守不住的話 就開始又要再 增持現金水平 但是當然你說 現金水平去到什麼位置 可以開始買一些 看得好一些 上回25,000 所以你說一步步 從指數的倉位上去控制 上到25,000樓上 你慢慢增持 那些貨幣可能降到40,30 慢慢一步步去增持 但是你說 如果暫時在24,000至25,000 這些位置復活的時候 養成了習慣 因為指數一定是大上大落的 近期來說 不過幅大 你好像放價錢一樣 突然升三百點又想著去追 是 那你說有時候有機會又跌下來 所以我們覺得 等指數有一個方向 暫時來說就是一個代變格局 我們就不建議做太多事 少做少錯 就是你剛才也說 就是24,000和25,000兩個水平 就留意著 還有第四季的策略 都是見步行步 整個2021年都是見步行步 一個問題就是 你看看疫情也好 政策也好 這些東西你全部都是貨市 是 那你說經濟前景上 這一刻是否叫做好運 我可不可以跟你說 你現在的經濟狀況一定行 我又沒有去到這樣的狀況 所以你一定是見步行步 其實自從疫情開始後 我們說了所有東西都是見步行步 是 那暫時這一刻 都不會有太大的改變 不過是 大家學習了三季 就是要見步行步 看著一些政策來做人 我想大家都開始要適應 好